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兰花视频时间 今天要讲的是兰花西苗 进入七月份以后 有些兰友发现的兰花西苗长了特别多 一个花盆中长了很多的兰花西苗出来 这么多的兰花西苗 它需要很多的能量供应 但是兰友因为某些原因 在之前又忘记了给兰花施肥 那么这个时候兰花花盆中的养分 够不够它的生长 需不需要施肥 应该怎样去施肥才既安全又有效 我们今天讲的是结合六月初的一个视频 说兰花在六月份施肥有什么禁忌 像这样的小牙一般来说 你如果施叶面肥的话 对它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因为它本身还没有叶片 加上这个兰苗本身也就四五个叶片 所以它对叶面肥的积取是有限的 很难说靠叶面肥能支持它的成长 对我个人来说 我是敢于施肥的 你像这里这个白点点 就是我前两天刚刚试过的肥料 但由于环境不同 蓝种不同 我一般来说不建议呢 城市阳台养蓝的男友跟我一样去施肥 可能会有一些风险 男友发现自己的兰花出现很多的新芽 比方说像这样的一个花盆中出现有十来个新苗的时候 怎么办 我们担心肥力能量供应不够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看这个苗情啊 考虑使用叶面肥 像刚才前面那一个说叶面肥是没有效率的 因为它叶片太少了 但这一盆的不一样 这盆的它老苗有很多叶片 我们可以将叶面肥喷在这个老苗上面 当然了 像现在的小苗这样的状态 这么小的状态 在喷叶面肥的时候呢 没有必要特意的去喷它 但是也不用刻意去回避它 即使你建脑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是说没有必要特意的去喷它 它还不具备那个汲取叶面肥的能力 当这个新苗长到这么大的时候 这有多大 这有六片叶子了 有六片叶子 大概有十来公分高了 这个时候肯定是能够汲取叶面肥的 它绝对可以承担汲取叶面肥的工作 这个时候喷叶面肥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南华喷湿叶面肥在七月份 因为温度太高了 尽量是选择 傍晚太阳落山以后去喷湿 不要在白天 因为白天的温度太高 那个叶面肥喷上去以后 它很快会蒸发掉 南华没有足够的吸取时间 那么七月份的南华新苗叶面肥怎么喷呢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控水孕育花芽的季节 我们现在喷叶面肥的时候最好是 淡灵甲三者比较均衡的淡肥也不要忽略了 因为南华新苗叶片的成长 它拟不开淡肥 我们用的常用的模式就是 磷酸氢钾加尿素 1000倍的水溶液进行给它喷雾 叶面肥喷湿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可以补充它的能量不足 养分不足 第二个好处就是 对于阳台上养的兰花的朋友来讲 叶面肥喷湿相当于的喷雾 关于喷雾对南华有什么好处 我们前面的视频讲过了 它可以清洁叶片 增进叶片的呼吸能力 使这个叶片更健康 更健壮 这就是叶面肥的功能 在七月粉兰花新苗 是可以使用叶面肥的 只要我们按照一个喷湿时间 在太阳落山以后 第二个喷湿浓度在1000倍 就可以给它喷湿叶面肥 叶面肥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可以让这个兰花的新苗 更快速的成长